女人叫你哥一般会有两个意思 特别是最后一个 看完让你瞬间清醒 第一 女人想要谋财 如果有女人主动跟你拉关系 在生活当中有规律的联系你 叫你哥就是每次联系的标配 当你单方面觉得亲密无间的时候 女人就会暴露原始的动机 让你发红包的借口会接踵而至 女人会不会持续的叫你哥 那要看你是否持续的发红包 你持续发红包到什么时候 女人就不厌其烦的叫你哥到什么时候 第二就是女人想要培养 以备不时之需的劳动力 女人在没事的情况下 不会叫周边不相干的人叫哥 无端叫男人哥的次数越多就会贬值 因此女人会立足当下的需求 把周边有用武之地的男人当作堆砌 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女人叫男人哥不是在事前精神层面的鼓励 而是在事后精神层面的犒赏 女人会算计男人当下阶段的价值的大小 或者是未来潜力的大小 用不同的口吻以及不同的频率的歌 激发出男人的奋劲 进而让男人心甘情愿的去充当免费的劳动力 女人叫男人哥就是无本万利 所以我要劝男人们出门一定要带点心眼 男人吃亏就吃亏在没有领会到女人的真实意图 不是时而误入歧途 就是时而偏离正确的方向 听不出女人言外之意的男人啊 跟女人打交道 不是盲人摸象 就是误打误撞 认同的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